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SHF 新無面超人 先看看盒子 前面已經穿了一件小型的衣服 旁邊 另一個旁邊 後邊 這次的設計後面已經看到我們今集主角的本體 頂頂就是這樣的 馬上事不宜遲 馬上開開給大家看看 OK 開出來給大家看看 好像是偏瘦一點 有一點A字薄 可能它本身造型的關係 讓大家看看 前面又是亮的 有點像舊一號的樣子 也是一樣 後面也會有頭髮 髮尾 髮尾 它這個頸巾都是膠的 不是之前布的裝鐵線 先讓大家看看 前面 側面 後面 馬上又是和大家玩玩可動 不過在玩可動之前提多一次 它這隻角又是很幼的 各位師兄小心點 不要弄斷 那我頭那些左右咬 也是OK的 左右轉這些 夠了角度領的 左右咬 都是小小的 如果前後撞 那隻手 平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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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少少阻礙 看看 都OK的 平舉 都可以舉到這麼多 老鼠仔 這次就沒有做轉的位置 純粹這裏轉的 你都可以這樣轉的 摺 那麼多 拳頭位置都可以輕微動 是否拉出色關節呢 少少的 至於它的頸巾都是可以動的 這裏有一顆的 小心點 很容易弄斷的 胸甲上 都可以輕微動的 至於身體 左右咬 不錯 不過這裏有些 穿膏 大家就一下 這裏有些 前後撞 都可以的 不差 角度都足夠的 那條腰帶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腰帶都轉了 不是之前的樣子 另外的腰帶 可以輕輕轉一點 那條腰轉的那些 可以的 順暢的 那隻腳平踢 八字馬 前後踢 這裏可以轉的 那這裏也可以摺到這麼多 腳板 前後 腳尖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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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少 還有對鞋子都不同了 鞋子是高過以前 一毫的鞋子 鞋底 這次就沒有特別的紋路 好像普通皮鞋底 那些 可動大致上有這麼多 讓大家看看配件 OK 配件上面有這麼多 手型方面 二四六 有六隻手 全部都是左右手各一 那這隻 就是造型手 讓你擺姿勢用的 之後這隻 那些 攤手 都是擺姿勢用的造型手 那最後一隻 就是拳頭手 好了 那我都知道大家等了很久 那這個 是會跟著牆褲給你的 那幾好 後面的叉位都開得幾高 正常 就應該不會 阻礙到它的動動 那旁邊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有鐵線 在裡面的任你咬的 那一會兒 那一會兒 找它 穿上衣 拍照給大家看一看 那馬上 事不宜遲 就找它擺姿勢先 那這隻 新無面超人給我的感覺 我猜招點 我會放在牆褲上 牆褲都頗正 裡面裝個鐵線 還要讓你收回腰 那如果牆褲可動的 都OK 那至於本體 可動上 我就覺得都還好 未至於去到 扭得很順 那大家都可以進來玩一下 那今集呢 大致上呢 就差不多了 麻煩多位 如果喜歡小弟拍的影片 希望可以幫我按個like 訂閱 分享 還有按下的小鈴鐺 麻煩了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nessa條片 我可告 你